回来看这是零售大战 因为百货的周年庆又进入黄金周 遇上的是双十廉价 各大贵位现在缺人 他们上演的是抢人大战 有化妆品的专柜寄出时薪200元来征裁 希望说可以冲刺业绩 毕竟其实去年周年庆这个百货业 他们的基期还蛮高的 因为业绩非常的好 所以今年压力好大 最好的是头下一点 然后脚下一点 要讲解要说明 还要让客人体验试堂 一整套流程快的话 30分钟成交慢则一小时 周年庆来临预估人潮爆满 专柜将从其他县市分店调派人力 给加班费还给业绩奖金 看到新衣服裤子就好想要买 但这个时候最好忍耐一下 因为等到周年庆买的时候 你这一整套就可以省一千元 打了将近六折 有的还下沙到五折品牌服饰店 按照以往经验 一到周年庆党级人力部署 就把服务人员两人加到四人 麻辣火锅店平常人力七到八位 一到特卖期就会倍增 抢人大战提前开打 甚至还有化妆品专柜 把时薪抬高到两百块 人力市场出现内热外冷 内需比外销更缺工 周年庆有双十年价加持 业绩真的会跟着倍增吗 去年底还没解封百货公司 周年庆业绩创下巅峰 高级期但今年周年庆出国旅游人数变多 让不少业者很紧张 感觉业绩压力特别大 我们已经提早做了一些准备 我们大概在几个月前 我们就有做一些提早做一些预购 那一方面分散人流 一方面是想说我们提早把这个订单 能够再早一点把它收下来之后 其实可以呈现在现在的一个 第四季的中年庆的时候的业绩 有的百货更把蛋糕 咖啡厅等餐饮罕见提供满额赠 门槛下沙到满八百块送八十块 因为每年低四季是百货商场 业绩最旺的一季 周年庆又是消费风向球 今年能否复制去年表现 更是备受关注 东森财经新闻陈一轩留言在台湖岛 看满足算赶快来按赞 东森财经二十四小时股市直播来咯 快点扫QR Code加入 让我们来陪着你们看盘 最及时的盘中资讯 最权威的投资分析 满满一整天盘后交战